大家好,今天我们分析本赛季第一场国家得比,黄马与大法的战术分析,希望大家喜欢。 方面本场比赛在北京时间12月23日晚间开始,本次比赛黄马刚刚获得世纪杯的冠军,并且又是主场作战,正式势头正胜。 但是结果有些出乎意料,我们来看看都发生了什么。 双方阵容黄马排出了4-4-2,中场的站位比较灵活,图一黄马阵容纳瓦斯马赛洛拉莫斯瓦拉内卡,瓦哈尔克罗斯卡赛尼罗,科瓦契奇奇莫德里奇罗纳尔多本泽马巴萨,同样以4-4-2任敌。 中场四人平行站位特尔施特根,阿拉巴维尔马伦皮克罗贝托布斯克茨,保利尼奥伊涅斯塔拉基地奇,苏亚雷斯梅西图二巴萨阵容从出场阵容上看,黄马略显保守。 个人认为阿森西奥或贝尔至少应该善一个,上半场,比赛一开始,双方都压得比较靠前,当巴萨从门将开始组织的时候,黄马在前场进行人盯人的防守,并且执行得非常坚决,图三黄马的高位人盯人这让巴萨一度非常困难,尤其是黄马队员不犯错的时候,巴萨踢得已经不像巴萨了,几位传控大师也频繁出现失误,图四巴萨失误很快刚开场一份多周, 黄马C罗就打进一球,但是C罗越位在先,图五C罗越位求,巴萨依然努力采用他们擅长的短船配合策略,但是因为黄马人盯人盯得很紧,巴萨很难创造出自由人,图六很难创造自由人对于黄马来说,控制梅西回撤接应组织至关重要的, 我们看下图瓦拉内和克罗斯紧跟梅西,卡瓦哈尔封锁了他身边的空间,图七梅西几乎没有空间黄马前场,也是当今最具攻击性的球队之一,此时莫德里奇正在和伊涅斯塔缠斗图八莫德里奇高位压迫,我们再看巴萨同样压迫得很深入,试图阻断所有的传球线路,但是和黄马方法略有不同,图九巴萨高位压迫,我们注意看下图, 远端巴萨并没有对对手进行严密盯防,当然球也几乎不可能打过去,而奇克也是保护中路这块空间,并没有盯防压迫任何人,但是他们2V1逼抢石球前锋,图12V1逼抢石球人在巴萨不压迫的时候,黄马的组织就非常流畅,图11巴萨压迫并不高,他们可以在左路轻松创造出一个自由人,图12黄马创造自由人巴萨的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